蓝色特斯拉Model 3换新版 被拖车载运在道路上奔驰 画面在群组流传 引起车主暴动 改款新Model 3同步在台湾和北美官网开卖 台湾预计2024年第二季开始交车 美金售价折合新台币约119万起 让车主眼睛一亮 不过看看台湾官网售价标准版 却逼近170万实在差很大 100万左右当然是一个竞争价钱 觉得关税收掉很多钱 在台湾你买你就觉得有点盘子的感觉 美国售价台湾买不到 民众反应不一 其实看看近几年台湾售价波动 起初2019年Model 3标准版 才155万左右 隔年破160万 2023年停售前大概来到175万 2024年新版变成169.99万 虽然比停售前便宜一些 但还是比一开始还贵 但是以它升级的配备 及这个通货膨胀 其实还是非常的便宜 汽车达人分析 这次新版Model 3 有更低的风阻系数 内装升级 还新增后座触控萤幕 0百加速6.1秒 续航里程527公里 和其他差不多价位 对手PK KIA EV6标准版 便宜一点 166.9万 但0百加速要8.5秒 续航里程也较短 Toyota BZ4X售价来到167万 0百加速7.5秒 续航里程官网号称达626公里 Toyota的电动车是价位最容易入手 KIA的EV6的话 它的空间很大 电动汽车在新的一年 进化抢功大饼 竞争越来越激烈 就看车主买不买单 TV的新闻 新闻想留学 台北什么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Toyota BZ4X售价 BZ4X售价